热带雨林中有座桃花园 一切取之于自然 原住民一般族人 准备以传统美食竹筒机 欢迎我们到来 这是每位游客都能体验的文化迎宾礼 这是萝卜棕 萝卜棕 所以我先做这个 好吗 是可以吗 对 这样 然后是植物 还有托莫林 所以就像这样 香料是竹筒机的灵魂 搭配卤旺子 胡椒和盐巴 平均分散马砂鸡 让鸡肉充分入味 祭祷 或许多节目 或许多宝贝人参加 装鸡肉的竹筒有学问 只能用河边生长竹子 产出的汁液融合香料才够鲜甜 烧烤前交给一般族人 用姜叶封口准备BBQ 我会尝试 像这样吗 对 完成吗 好 好 然后他会转动 每几分钟 控制火 木材烧烤四十五分钟 鲜甜鸡汁软嫩鸡肉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鲜甜鸡肉 鲜甜鸡肉 创业时他发现 部分一般族人 教育程度不高 或是先天身体限制 就业不稳定 决心改变 看重一般族人 鱼淋生存智慧 Leslie根据美人专长 安排划船烹饪等工作 打造以社区为中心的生态旅游 鲜甜鸡肉 对我来说 更多人 健康 最多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使用鲜甜鸡 因为我们可以支持 社区 社区 利益 资源 更多职业 如果想想 你会使用鲜甜鸡 汽油 来送食物 减少环境污染 不用豪华度假村 吸引游客 Leslie 回收废弃建材 在河边盖了小木屋 周围大量种树 自然降温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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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移动 没问题 你这里没有空气 对吗 对 现在这些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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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 去跳 东南亚最大水上聚落就在问来 六百年历史至今仍有上万人口 号称东方威尼斯 各家都是造船高手 他们的船都是自己做的 包括这些船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出的银银银是他们买的 然后这里所以他们自己有维修 通勤全靠水上计程车 生活离不开水 高脚屋传统建材也来自河畔红树林 因为只有红树林的屋 哪一间屋子它耐水 就是它很耐用 它可以泡水 它可以泡在水里面不会忽然 但是它唯一就是 这个贝壳类会养它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有些墓上面还是好好 十年二十年都是好好 但是就是不耐这个贝壳类一样 所以它才会死掉 结合鲜明智慧加灌水泥照样屹立不摇 我们进入这栋百年老宅一探究竟 欢场客厅代客专用 墙上苏丹和苏丹后照片是马来家庭标配 里头五间房才是自家人起居空间 厨房里的小鸡不当食物而是宠物 独特生活文化成了不可或缺风景 问来自己本身的那个所谓人文的文化 也跟其他东西觉得很不一样 人就是很nice 因为我们很少接触到外界 很少接触到游客 还没被完全被开发嘛 所以还抱着有一种很热情 除了水村居民 一棒红树林而生 这里也是婆罗洲特有种长笔猴的家 傍晚时分寻找教科踪跡 但能不能亲眼目睹得一瓶运气 就在我们四处搜寻之际 本尊献宗 大鼻子身穿金黄色外衣 长相特殊的长笔猴 爱吃嫩叶和果实 每天的傍晚五六点这个时间 是长笔猴他们的觅食时间 刚才在后面这个红树林的树梢上 我们就有看到了好几只的长笔猴 但是呢因为是母的 所以它的体型是比较小一点的 那如果是公的长笔猴的话呢 它的整体的体型还会更大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认定 长笔猴是宾为物种异常珍贵 而在观光刚起步的问来 不难看见大自然原始风貌 人类与万物如何共融共存 也许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大家